2013年 我访问哈斯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 分别提出了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 我的家乡 中国陕西省 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站在这里 回顾历史 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 生生脱离 看到了大漠飘飞的鸟鸟呼烟 这一切 让我感到十分的亲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今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 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 又感到困惑 世界怎么了 我们怎么办 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 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 就是要以互联互通为着力点 促进生产要素 自由便利流通 打造多元合作平台 实现共赢和共享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 根据古丝绸之路留下的宝贵启示 着眼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 共同梦想 为世界提供一项 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案 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 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 不是封闭的 没有人 没有人 人 没有人 有人 有人 你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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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有人 是 有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